准备牙科診療器械 核對預約名單 睽違三年 刺激人藝團隊 重新走進城縣的聖塔安娜社區 當初會選擇在聖塔安娜 是因為這裡的墨西哥裔比較多 比較有這個需求 那也很感恩 那個男生跟女生 可以贊助他們的場地 希望學了疫情的好轉 明年也可以繼續一年半三次 雖說是一診 但志工用心佈置 讓就診者不緊張 也能和家享受親子時光 我喜歡你的服務 所以你們做得很好的工作 如果你們很頻繁 不太長 可能在二月或三個月 可能給別人 他們也能獲得自由的服務 在全社區和聖塔安娜 這次疫診 慈激除了要醫護人員參與 年輕志工也有不少人投入 雖然我是CSE大學 所以我沒有跟這個業務 很興奮出來了 我個人在西方醫療室 幫助醫療室 對醫療室和醫療室 所以跟醫療室很興奮 也有一個很好的機會 練習我的英語 相隔一千多個日子的重逢 聖塔安娜居民和志工相處 依舊熱絡 也在社區重新凝聚起善和愛的力量 大約新聞 這次美志工林啟芬和一平 黃俊祥美國報導